制定延后退休的政策在很多国家越来越普遍 这次是中国了 中国大陆的人大通过了延缓法定退休年龄 再延三年 说是要更多资金注入社保养老 但是中国的人口其实是迅速老化 出生率明显降低 是很难用经济诱因拉升的 中国政府的负债超过台币319兆 各国企大发国债 国债的收益也节节下降 投资市场有很多人看坏今年的中国经济 有点伤心 少玩了三年 不然的话可能计划就是 退休之后要买出去玩的 因为我们国家老年化社会 已经到来了 中国人口老化危机来了 毕竟眼前的数据是2023年 死亡人口总数比出生数多 208万人 未来十年还有三亿人要退休 失去生产力但要领养老金 中国目前是全球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 男性60岁女性55岁可以退休 蓝领劳工男性55岁可退休 女性50岁 内地养老金现时累积的资金 在2028年就会收支不相抵 2035年或者好尽 中国科学院的官方数据惊人 1950年代定定的退休年龄制度 显然无法应对眼前危机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2025年元旦起 15年内逐步将男性法定退休年龄 提高到63岁 女性提高到58岁 蓝领劳工比照办理 也就是大家都延后三年退休 多角几年社保养老金也晚点开始领 北京这位张女士刚开始退休的生活 第一年规定就改了 如果说我工资很低 我身体又不怎么样 家里也有事 那他肯定远提前赶紧退了 重点就是国家养得起这么多退休族吗 中国人大常委会上 中国国务院的2023年度政府债务报告 数字也很惊人 高达70.77兆人民币 约合台币319兆 占中国国内生产毛额GDP 56.1% 需求放缓影响供应链 中国之前的住房宽松政策 至今也无法拉动房地产投资 美国华尔街多家投资银行 看坏中国经济 下修今年中国GDP成长预测 推估原定5%的成长目标 是达不到的 不只国外看坏 中国国内媒体如南华早报也揭露 地方财政恶化 用减少税收优惠 要求民企提前缴税 甚至多开罚单等等方式 从民间赚钱 快没钱的不止退休养老金这一块 人民银行上个月减息 六大国有银行 随即集体调低存款利率 更多的资金流向理财 保险公务基金 国债等的产品 存款利率太低 人民不存钱 投资标的包括国债 9月16日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就发债集资35亿元人民币 2023年8月 中国30年期公债值利率 仍然有3% 2024年8月中只剩2.37% 尽管中国国债收益率节节下滑 国内无处可去的热钱 还是流进国债市场 投资民众的信念是 至少国家不会倒 营造疫后经济一片向好的形象 习近平宣布大手笔援助 非洲国家500亿美元 但向外撒钱对内省钱 突如其来的提高退休年限就是一例 7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7.1% 是今年至今最高点 然而防老神话破灭的差不多 年轻人没有稳定工作 连自己的社保养老金都缴不起 2023年中国妇女大会上 习近平明确传达了国家 对年轻人的要求 结婚 生子 但有工作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才养得起自己 并不想马上扛起 养育另一个生命的压力 要养就养压力小的 宠物商机是中国城市中 需求增加的产业 估计到2030年 中国城市的宠物数量 可能是幼儿的两倍 选择躺平无夜休息 或者不养孩子养宠物 都是越来越多 中国年轻族群的行动 终于自我却急坏了政府 而缴更多钱就更心累 中国目前因收入降低 而停缴 社保养老金的人 粗估超过两亿 毕竟每个月 约台币7000元 上下的一笔费用 不是小钱 许多人不看好 社保养老金体系 认为中国养老基金破产 可能比自己退休 更早来临 TVBS新闻综合报道